地面4公里的时候 这时候还有一个200米每秒的那么一个速度 这个速度大概相当于咱们高铁是350公里每小时 大概是两倍这么一个速度 但是我1200平米的闪直接打开是不现实的 平时刮大风下雨天你打一把闪 因为它这个速度很大 你就闪着人一翻过去 这个闪神一米的这个重量 比我们一个乒乓球还要轻 但是它的强度又很高 像我这个70多公斤的那么一个体重的一个人 他大概可以承受过五个我们代言的一个人的强度 我们从材料级到零部件级到单伞级到整个伞系 我们全部要做实验 比如说我们在材料级的时候 要把材料的强度各种各项指标 我们要验清楚 然后我们去做缝纫 针对于受力的这种关键环节 我们去做这种实验 保证环节没问题 我们再上整个伞 整个伞出来我们要做强度实验 我们要做一个空头实验 就是从用飞机投放 然后把它整个程序进行验证 是按照步骤 比如说刚才我们拉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也是要把它拉直 拉直之后把一幅一幅伞衣先叠起来 叠起来之后 我们再把一些关键的环节 我们去进行一些约束控制 然后通过我们的人员用手工的方式 先装填进去 每装一步 每装的环节 我们要进行检验 对于我们空间站来说 我们神州飞船已经很成熟了 就现在我们自种可控的水平 已经很高了 我们是能保证 我们三人的航天员 禁地的返回是没有问题的 但后续我们也描向更远的 这种载人登月 包括空间站后续的 我们又一个新代载人飞船 也是要做相关的时间进行验证 现在也在 就相当于在做这份工作 那个伞是三个伞 每个伞不如这个大 但是加起来的 是比这个大 是比这个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